主料 五花肉300克 烧心黄酒250克 主料 撒脚 盐 姜片 葱 花脚 香叶 橙皮 小茴香 冰糖 红烧酱油 准备时间直到20分钟 制作时间1-2小时 五花肉切成相等的长方块 砂锅放入冷媒火五花肉的清水 将切好的五花肉冷水下锅 五花肉下锅水开后 去血水 去浮沫 捞出五花肉 用纱布将八角 花椒 香叶橙皮等包成一个小料包 将姜片 葱段 五花肉和包好的料包一同放入纱锅 倒入料酒和红烧酱油后 放入冰糖和炒亮的盐 大火开锅后 改小火炖一个半小时 中间可以直到的翻动一下肉 免得上晒不均匀 大火 少水 多酒 是制作这道菜的绝枪 将炖好的五花肉捞出晾凉 并取一个碗 在板底铺好姜片和葱段 将晾凉的五花肉切成大小箱等的小方块码 放在铺好葱姜的碗中 淋入砂锅中炖肉的圆汁 上锅蒸半小时 出锅后 我放了几片是些用热水超好的油菜叶 也可不放 家庭版冻坡肉闪亮登场 烹饪技巧 一 用酒代替水烧肉 不但是除腥味 而且能使肉质缩软 按在炖肉中途可以给瘦翻一两侧面 以免粘锅或者肉上晒不均匀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贴近约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